白糖是我们厨房里必备的一种调味品 它的味道非常甜 平时做菜的时候 在菜品里放入一点白糖 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 我们在制作甜点的时候 也经常需要用到白糖 但其实白糖除了可以用来调味之外 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还有很多的妙用 能够解决不少的烦恼事 下面就跟随美闻美心 一起来了解 妙用一 快速发面 很多朋友都会在家里 制作一些包子馒头之类的 但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都需要等待面团发酵 即使加入了酵母 面团也要等上几个小时 才能够完全发酵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发酵的速度就更慢了 其实想要面团快速发酵 我们也可以用上一点白糖 只需要准备一碗温水 然后往水里倒入一勺白糖 接着再把酵母倒入水中 搅拌化开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酵母水 倒在面粉之中 然后再将面粉和成团 白糖可以提高酵母的活性 让酵母快速地发酵 就能够减短面团发酵的时间了 而且这样蒸出来的包子或者是馒头 就会更加的松软好吃 妙用二 泡发木耳 我们先准备一个带盖子的容器 然后将需要泡发的木耳 放在容器之中 接着往木耳里倒入一勺白糖 和半勺面粉 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倒入温水 水温大概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 倒好 我们再将容器的盖子盖上 用双手抓起容器 不停地摇晃 大概摇晃上两分钟的样子 白糖能够使得木耳快速地吸水 而且在摇晃的过程当中 也会加速水分子的运动 这样就能够将木耳快速地泡发了 摇晃好 我们打开盖子就可以发现 木耳全部都被泡发了 泡发得又大又Q弹 而且我们刚刚还加入了面粉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可以将木耳缝隙里的一些脏东西 都吸附下来 最后我们只需要用清水清洗一下 木耳就可以拿去烹饪了 我们都知道木耳是不能够酒泡的 酒泡的木耳会产生一种毒素 叫做米酵菌酸 食用了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所以我们在泡发木耳的时候 吃多少泡多少 避免浸泡的太多吃不完 妙用三 洗手 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在手上沾有油污 这些油污我们只是用清水洗 是很难将它清洗干净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上白糖 只需要在手上倒一点白糖 然后双手互相搓一搓 白糖是具有粘性的 能够吸收手上的油腻 经过搓洗 我们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手上的油污就会被清洗干净了 效果非常不错 妙用四 清洁衣服酱油渍 平常在烹饪或者是吃饭的过程当中 一不小心在衣服上滴了酱油渍 这个酱油渍滴在衣服上是非常的显眼 尤其是浅色的衣服 其实清洁这个酱油渍 我们就可以借助上白糖来帮忙 只需要在衣服有油污的地方 倒上一点白糖 然后将白糖均匀地涂抹在上面 让它静置上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我们再准备一盆清水 把油污的地方沾湿搓洗一下 经过简单的搓洗 我们就可以发现 衣服上的酱油渍就被搓洗干净了 原理也很简单 因为白糖都是一些细小的颗粒 可以起到增大摩擦力的作用 而且白糖的粘性也能够很好地分解油污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白糖来清洁油污处 就能够将衣服清洁得很干净了 妙用武促使植物生根 我们家里都会种植一些花草 也有些朋友会选择水培植物 但是这些水培植物是需要生根的 那我们养的植物不容易生根怎么办呢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水里倒入一点白糖 然后再搅拌均匀 将植物的根部放在糖水之中 这样就可以使得植物快速地生根了 我是东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和分享 亲爱的朋友们 下期再见